阿龍現在所在位置 位於所謂的新社半島 地體學名詞稱為叫新社比 它是一個突出於海岸的夾角 其實如果我們用空拍畫面 可以看得出來 它其實突出於整個海岸線 形成所謂半島的一個地形 在新社這邊的居民 大部分是當時一些葛瑪蘭族 葛瑪蘭族當時原本是四居宜蘭的 所以宜蘭的古地名叫葛瑪蘭 因為當時無沙開墾 整個宜蘭地區的時候 整個葛瑪蘭族就因為無沙開墾 逐漸的遭遇到一些攻擊 於是他們就是南遷 輾轉的南遷到花蓮這邊 後來又有葛瑪蘭事件 當時葛瑪蘭人跟薩奇拉雅族 合力抵抗清兵 當時也受到清兵的一些迫害 於是他們又再往南 一直搬遷到這個地方 現在地名叫做所謂的新社 成立了一個新的社會 新社這個地方的葛瑪蘭族 他們很特別叫做香蕉師的一種編織藝術 算是一個台灣國寶級的手工藝 那他們會採一些 沒有生過香蕉的一些香蕉樹 那他們為什麼會採集這些所謂的處女膠 就是因為他們會採集這些香蕉樹 是因為他們在這些香蕉樹上 因為還沒有長過香蕉 還沒有破壞到它整個樹幹的纖維 那他們在做這個香蕉師的時候 他們會採取這個香蕉的樹幹 然後開始把它砍伐下來之後 然後一節一節的把它做個分割 然後曬乾 曬乾之後產生了一些纖維的一些絲線 再做個分線的動作 那通常粗細的不同 他們會生產出不同的產品 那軟硬也會造成他們編織的一種不同的方式 比較硬的纖維 比較硬的線呢 他們會做為筋線 比較軟的部分會做為所謂的尾線 那他們就是這樣經緯交叉來編織 那由比較粗的他們可能會做成衣服 那比較細的部分 比較軟的部分 他們會做成所謂的像帽子什麼的 那其實他們這個編織 其實也相當的費時 費力 費工 那他們這個整個像一頂帽子要做出來 可能需要到兩個香蕉樹 一個樹量才有辦法做成一頂帽子 所以因為純手工嘛 然後這個編織藝術也直見失傳 所以如果說我們來到新設部落 可以來支持一下他們這個手工藝產品 來參觀一下 因為他們這邊設有一些工作坊 那裡面都有擺放一些他們的物品 這個技術畢竟已經快失傳了 那平常我們也可以看到一些 葛瑪蘭族的老前輩們 他們在做一些編織的動作 我們也可以來參觀一下 然後看一下他們是如何的 從一個香蕉樹變成一個香蕉衣 或者是一頂帽子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我可以去找這個地方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